Hello,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Gina老师看美股的专栏,我是Gina老师 今天美股三大指数奇奇暴跌,科技股领跌,在市场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那么有分析师认为美股暴跌仅仅是大涨之后的回调,并不会崩盘 还有分析师认为国际关系恶化以及美国财政刺激措施迟迟未能出台 导致的投资者信心受挫,导致的暴跌 那我们先来一起具体来看一下,总结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各个分析师他们的一个观念 刚刚说了,第一个分析师认为美股不会崩盘,仅仅是回调 Instant的执行董事Frank表示,虽然我们预计现在美股不会再次崩盘 但我们也不需要他每天都用创新高的行情来保持上涨趋势 随着标普500指数已经连续涨了十来天 并且刚刚收获了两个月来的最大涨幅 因此他必须有一段回调消化的一个时间 所以有一部分分析师认为现在只是一个短期回调而已 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说过度的去恐慌 那么第二个也有板块轮动说的 板块轮动说是这个Veto Knowledge的分析师Iden 他就说有些人进行了抛售科技股转入落后者的大规模操作 这使前期落后的股票受益 而科技股遭受到暴击 特别对于科技股而言 这个股票大幅下挫 但是这也是这个近期大涨之后的事 一段时间以来科技股表现与基本面之间脱节 都能使他们涨跌皆有可能 所以的话这个是板块轮动说 我觉得从目前来说应该要从科技股板块轮动到其他的市场 其他的板块里面了 第三个是国际关系恶化 令大型科技企业前景堪忧 那么这个Oanda的这个高级分析师呢 这个Iden Moya是认为呢 他这个周四科技股暴跌还有技术上的原因 由于国际关系恶化 投资者将资金从这个科技领域转移出去 因为这个科技企业可能会因潜在的这个进口税上涨 而遭受的最沉寂的沉重的一个打击 不管怎么样啊 今天的这个科技股 就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直接一下暴跌 的确是让我们有一点点这个 对让我就是说来不及反应的这个情况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从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来说 目前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现在持股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同样我们先看的是SPY的daily chart 从SPY的daily chart呢 今天股价也是的确是大跌了 那么今天这根K线掉了之后呢 目前来说是如果今天最后尾盘跌破了这个 趋势阶梯的柱子的话 那么从今天开始股价从这根K线开始的话 就是进入一个短期调整 其实是正常的情况 所以今天呢不一定说今天就这一波 行情就会跌完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跌 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 点一下这个60分钟图 好回到60分钟图 我们看到股价其实到目前来说已经跌破了 已经跌破了这个白色线了 所以目前来说这个白色线的就是显示的就是股价呢 现在是这个60分钟图级别的它的一个中期是跌弱了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股价就算是能这个时候能涨的话 应该就是说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这个盘中的一个反弹的级别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暂时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有股票呢 今天的话如果说真的今天最后收盘跌破这个红色柱子呢 短期的这个回调可能不是说也许今天调整还结束不了 可能还要继续往下再走走 这是有这个概率的 但是呢中期这个趋势阶梯也显示了白色线是仍然方向是朝上的 所以中期还是上升趋势 现在只是在进行一波短期的回调而已 所以只要中期趋势没有走弱的话 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做中长线的股票呢还是可以继续持股的 但是短线的这一些呢就是说如果想因为今天其实掉的也比较多啊 那么大盘都跌了三四个点 那基本上如果说短线想回避掉这一波想回调的话 那么如果今天尾盘的时候就是收盘真的跌破这个红色柱子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出来也没关 就是短线的话先出来也没关系 等到它只跌的时候我们再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是中长线的话这个方向还是走好的 所以暂时还没有出卖点 不用过度的去恐慌 那么从刚刚也说了从60分钟图级别呢 现在是因为它跌破了这个白色线 也就说它的60分钟级别的这个中期区是被跌弱了 所以的话这种情况下哪怕要像 哪怕这个就是说哪怕接下来是涨 今天盘中继续往上去反弹一下 去涨一下应该也是属于一个60分钟级别的反弹 那概率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是不是从这个位置就能马上起来呢 这个还真说不准 所以的话我们只能说近代看今天的这个尾盘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是今天这个第一个目标的一个支撑位呢 就是也跟你也昨天的话我们也跟大家去讲到 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个白这个趋势阶梯的这个红色柱子的位置 那这个红色柱子目前来说股价已经给它跌破了 所以显示不出来了 那么所以说第一那如果说继续往下回调呢 下一个目标的这个支撑位就得到前期低点的位置 前期低点呢是338.86左右的一个区间 好吧 那么如果继续往上走呢 这个上边的这个压力位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的话 向上反弹 反弹的第一个目标压力位就是在白色线的位置 这个白色线的位置呢是349.19 那么至于今天反弹能不能到这个位置 其实目前还是要打一定的问号的 现在暂时市场虽然非常活跃 但是呢方向还是往上走的 这个反弹是不是真的从这根K线开始有反弹 我们还是要打一定的问号的 但是从这个资金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来 这个大单虽然是以流入的 但大单资金虽然是以流出的 红色柱子代表流出啊 不好意思 这个红色柱子代表做空力度 所以现在在零轴之下 虽然是资金整体是流出的 但是呢做空力度的这个动能呢 我们看它柱子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所以呢也有可能说从这个位置 如果做空力度薄到一定程度呢 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短期向上的一个反弹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短线我们现在手上没有股票想买的话 这个时候暂时还不是抄底 可能就是暂时来看的话还不是抄底的时候啊 为什么 因为股价才刚刚开始跌 它跌一天你就进去抄底 它万一再往下再跌个几天呢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你不是短期就被套了吗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就像昨天有人问特斯拉能不能抄底一样的 只要股价还在跌着 我个人就是我自己的操作习惯来说 我就是不是先就不会进去抄底 直到它什么时候只跌了 可能才会进去说去入场 虽然说成本就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呢会更稳定 买进去就开始往上涨的概率也会更大一点 好吧 那么这个是这个 今天的这个大盘解析的情况 所以想每天都准时收到Gina老师的大盘解析 还想免费让Gina老师帮忙整股吗 那么就扫描这个微信二维码 添加Gina老师的微信 就可以进行免费整股了 我是Gina老师 我在微信上面等你哦 好吗 这样准备好吗 那么这个就是说 就这样倒转了